诗篇第85篇是一个可以说是团体性的爱歌 或者说是国家性的爱歌 诗人在神的面前为着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祈求祝福 然而他在这样的祷告的过程当中 常常有这样的基本上是三个诗篇 如果大家留意过去我们查稿的诗篇 基本上很多的这样的爱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时态上分过去现在和将来 那一节到三节就是提到了过去 我们发现这里面我已经标识出来了 动词都是过去式的 已经是恩赦免了你的百姓 罪你遮盖了过犯收转了怒气和烈怒 都是过去的 说明世人在回顾上帝曾经向他的百姓所施予的恩典 诗人在谈到过去蒙德恩的时候 数算上的恩典 耶和华每次提到这个名字都是恩约性的 强调上帝的那个信实 守约那样的特性 最初的意义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里面 虽然名字在创世纪当中出现 但是因为写作十七世出了埃及以后 上帝向摩西启示了这个名字的意义之后 然后写了创世纪 所以在创世纪里面用的名字也是出现了耶和华这个名字 但真正的意义在创世纪之后 出埃及记里面才写明出来 所以这个意思是有特别的意义 强调神的信实和守约 耶和华你已经像我们你的地 你的地象征着迦南地 象征着神的产业 同时也和你的百姓是形成对应 实际上一种诗的这种平行 一种敬意词 实际上都是讲到神的百姓 上帝祝福地有什么益处呢 不因为神所应许的住在那个地上的他的百姓吗 所以祝福他那个地乃是因为百姓的缘故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像你的地施恩救回你被掳的雅各 谈到了雅各被掳的事情 然后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 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 而且收扭转了所发的愤怒和猛烈的怒气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这种赦免 这种遮盖 这种愤怒得以平息 就让我们想到了《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七节 六至七节里面的内容 那里面上帝吩咐摩西指示以色列百姓 设立什么祭司的制度会目等等 后来就提到了赦罪的问题 前面提到了以色列百姓造牛犊犯罪的问题 然后神摩西一怒之下 把刚领来的法板就摔碎了 上帝又吩咐他重新打造一个 然后上帝又重新把第一次颁布那个十节 又写在那块法板上重新立约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上帝就发烈怒说要灭绝这些百姓 然后摩西就中宝祷告说不要这样 恐怕别人以为你没有能力领他们进迦南 把他们领出来埃及就是为了灭他们 所以虽然摩西面临着其他的试探 更准确的是试验 就是上帝对他说 对于他自己来说是一种试探 上帝当然不会试探他 人面临这种正面的东西也会落到试探 就像以色列百姓因着上帝赐福给他们的无花果饼 本来是祝福 但是他们自己因着这个无花果饼软弱 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跌倒 自己软弱 自己受了神祝福的试探 不是神示范他们 被自己的私欲迁移诱惑而软弱 所以摩西面临了这样的考验 就是说我要把他们都灭了 我要让你和你的后裔为大 兴起你的后裔 让你的后裔为大 好吧 那地赐给你 这是极大的诱惑 我说的诱惑不是上帝诱惑 上帝从来不会诱惑他 对于摩西面对这个是极大的一个诱惑和考验 就是说虽然对于他自己 我蒙恩了 我蒙神祝福 蒙神的悦纳 能够让我的足为大 这是极大的一个考验 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试探 试探 那么他所反映的就是主啊 不要这样 虽然面临着他可能被祝福和高举 但是他说他所顾念的是大举 这个不是说神考虑的是宰 人考虑的比神更广 而是说到摩西作为上帝的仆人 他深深的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家门的 什么进路 什么出世 什么被高举得荣耀 被昌盛 而是他更关心的是神的果 神的名誉 上帝啊 如果这样的话 别人会怎么看 以为你没有能力把他们领进你所应许的地 然后别人以为你把他们领出来 就是为了在旷野里灭了他们的 不要这样 这个效果 这个结果 可能会带来别人的误解 对你的荣耀 名誉有损失啊 所以摩西是真的是求神的果 神的义 他所考虑的真的是比起自己的利益 更多的是神的果 神的义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祷告 然后上帝就应允他 当然摩西这种中宝 平息神愤怒的祷告 是祭司制度的一种模型 一种代表 最后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选民带导中宝 这种科西玛尼亚十字架上的祷告 是一个模型 最终极的那个代求 解决所有罪恶的这个代求 是中宝基督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上帝就 摩西就说 耶和华耶和华 耶和华在摩西面前选告 耶和华耶和华 满有恩慈 满有怜悯 这个不轻易发怒 恒咎忍耐 赦免人的 这个遮盖人的过发 所以在这里面就说到了 这样的内容 基于这样恩典的基础 百姓罪恶得以赦免 不追究他们 上帝收回了他的愤怒 透过这里 我们看到在上帝里面 有一个看似 我们看似矛盾的这样的属性 一个是神的供应 向罪恶 万不一有罪的为无罪 向罪恶发怒 向那些被约的 被盗的百姓发怒的神 以色列百姓 刚蒙恩出埃及 在西南山下准备与他们立约的过 甚至是立约的过程当中 摩西被招 领受律法的过程当中 他们在下面就背叛了 你发现这些百姓呢 骨子里面心里想的都是他们自己的算盘 都是自己的利益 当摩西上山四十日之久不下来的时候 他们就琢磨脑袋贼聪明 这个小算盘打得非常好 所有的智慧都围绕着自己的利益 他们这么想摩西在山是不是死掉了 死掉了怎么办 然后他说亚伦呢 亚伦这个人呢 看似好像很聪明 是没什么主意的人啊 无脑的人 所以上帝没让亚伦当领袖 让他虽然会说话 但是让他去帮助摩西 然后就跟亚伦说 要不然这个造个牛犊吧 等等 亚伦就照着百姓吩咐的 连反应都没反应 所以没主意的人是当不了领袖的 所以呢 然后结果呢 亚伦就照着百姓的请求 然后吩咐他们把这个基因手势拿出来 就是从埃及掳掠出来的 本来是后面要这个建殿的这个 这个器皿 结果去造了牛犊 然后后来亚伦撒谎说 丢在火里就自己出来了 实际上是铸造的雕刻的 结果他们就犯了历史上 最著名的一个堕落的事件 就是金牛犊事件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发生了这样的被盗的事情 亵渎的事情 上帝竟然平息了自己的愤怒 因为中宝祷告的缘故 所以一方面神对背道的 不忠性的百姓的愤怒 另一方面上帝却忍耐 因为基督 因为中宝的缘故 平息了 更是因为他自己信实的缘故 守约的缘故 他就平息了这个愤怒 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 上帝对背道那些拜偶像的人 那些心里面拜偶像也好 形式上拜偶也好 今天对于基督徒来说 形式上拜偶像不太容易 当然形式上也有物质主义 然后追求那些明星偶像 其实心里面已经 你别说我他是我的神 当某件事物占据你的心思 如果不是神喜悦的 代替神 占据神那就是偶像 追偶像追明星 包括有的人是追求自己的梦想 凡事不是在爱神的里面 为着神 因着神的缘故 做的任何事情 可能都是偶像 只要他不一定是我们手造出来的 那种神不允许造的事情 很多都是因为神的祝福 本身把神的祝福 被造物当偶像 亚当第一次堕落 也不是因为他自己造了一个偶像 乃是把神所创造的 善良的被造物神化 把那个善傲果树的果子神化 试图将自己的人生的幸福和价值 完全取决于 那个被造物本身 他就玷污了那个 原本是圣洁的 在污秽不信的人 一切都污秽了 结果那个果子 就成为了他的偶像 好像有什么奇效的 所有的幸福和价值 都倾注在那个果子上 把神的话和神 当作耳边缝 结果上帝就像这样被造的人发怒 同时因着中宝的缘故 上帝平息了这个愤怒 所以我们人是很难理解这样的事情 怎么同样愤怒和此爱 在上帝的心中同时并行呢 上帝对被造罪 罪恶犯罪的人是极其恨恶的 甚至上帝说我要灭了他们 那么你们怎么理解上帝的爱 上帝的爱是圣洁的爱 公义的爱 不是没有原则的爱 当人被盗得罪他的时候 他就弃邪 他就愤怒 当然这个愤怒是拟人式的 上帝他的情感 我们常常说上帝是不动情的 上帝不变性 不被任何被造物影响 他不依赖 也不被被造物左右 但是为什么在恩约 我们的神和他所造的人格的 这种存在人之间的关系上 常常变来变去呢 这个不是上帝变 上帝本来就这样 上帝跟我们建立关系 立了约以后 当我们变的时候 他对待我们的态度就变 当我们不守约被盗的时候 他就对被盗的人表现出这样的态度 当然这是照着我们理解的 神的愤怒恨 当然他对我们被盗和悖逆 这个愚昧等等 是寄邪的 同时呢 我们看到也是中宝的缘故 他就平息了他的愤怒 今天我们不至于灭亡 完全是出于他的恩赐和怜悯 列历米哀歌书三章里面 我记得有这样的话 吉姐我不记得了 那今天我们不知灭亡 也是因为他的怜悯 不是因为我们过得完美 如果按照我们的行为 其实我们有一千条命 早已经用光了 被灭光了 中宝基督不断在宝座右边 天上的父的右边 为我们代求 我们才不至于灭绝 那这样的回顾以后 其实他在数算上帝的恩典 回顾过去上帝如何恩待他们之后呢 他四姐转而就 主啊 拯救我们 拯救我们的神啊 就曾经拯救了我们的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教你的怒气 向我们止息 我们就懵了 这个到底是讲什么 如果不是看实态的话 我们就懵圈了 前面已经赦免了 怎么又求主收回他的愤怒呢 止息呢 现在啊 现在 现在百姓被盗 现在百姓又不忠心 就翻脸这个忘恩 就三番五次的忘恩 现在上帝向他们发怒 所以现在面临着极大的灾亡 所以他为他的民族祷告 主啊 求你向我们转回 收回你的愤怒 不要向我们发怒 难道你不向我们止息你的愤怒吗 难道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 求你将你的怒气收回 难道你要向我们 这个发怒直到万代吗 求你不再救活我们吗 你不再悦纳我们 不再喜悦了我们了吗 耶和华 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 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 慈爱和救恩是不可分家的 上帝拯救是因为他的慈爱 他借着拯救我们 表达他对我们的爱 神爱世人 然后将独生子赐给我们 拯救我们 对不对 叫一切信他的不知命 我反对用 因着神的慈爱 实行拯救的行为 拯救的行为的基础 是因为神的慈爱 所以世人特别懂得 耶和华的这个名字 上帝是施恩 守约施慈爱的上帝 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 不断地去抓住神的应许 主啊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 求你不要向我们隐藏 掩面不施恩给我们 求你施恩拯救我们 所以他现在求主使我们挥战 求上帝向我们转回 施恩给我们 再次恩待我们 你过去如此施恩 今天求你施恩给我们 然后他就在神的面前表达 要听上帝平安的话 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 因为他必应许平安 赐给他的百姓 他的圣明 这里面表达了 诗人在神的面前那种确信 他知道神是慈爱的 上帝的慈爱直到永远 只要他的百姓悔改 回转 他就不会将永恒的怒气 彻底的毁灭他的百姓 所以他知道神的性情 因此他带着期待对神的应许 你必应许 他相信神一定会将应许的平安赐给他百姓 再次赦免他们的罪 收回他的 转回他的怒气 实行拯救 大救他们脱离现在的苦难 所以他劝他说 他的百姓不可再转去忘心 根本的原因不是在于神 根本的原因在于百姓三番五次的去背道 三番五次忘恩 三番五次转离神 不忠信 不忠实 不诚实 看到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说不好听的 一开始我刚做 刚信基督不久的时候 那个是指真正灵魂醒悟过来 悔改的 之后不久的时候 读圣经的时候 看这个以色列百姓 哇 真的 气得要命 这个这么蠢的像驴一样 这个难道没有智慧吗 刚经历了神迹 天天吃神迹的粮食 我们如果要经历那么大的神迹 岂不天天感恩的 这个不得了啊 天天看着云著火著就背道 吃着这个天天神迹般的玛娜 就忘恩 刚过了从河岸边爬着出来 然后刚开完这个奋行会 赞美会 然后就就抱怨 时间不久啊 只不过是几个小时几天的事情 他们就忘恩 一没有水就抱怨 一一没有粮食就就教育啊 他们所关心的都是自己的肚腹啊 关心都是自己吃的喝的 自己眼前的点利益 稍微不满意了 这个就就抱怨啊 你发现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年龄 统计的时候是拿兵器以礼的 二十岁以上的人大约六十多万 六十万零点几千 那么包括二十岁以下的 包括父女孩童老人的话 这个五十岁以上等等 这些老人的话 预计也得二三百万人吧 那老人也有小孩不懂事也就罢了 这个青年人幼稚也就罢了 这中年老人怎么回事呢 是吧 那些听过古代上帝如何恩待他们 那些见过上帝如何降在埃及的食灾 用大能的双手救他们脱离法老的军兵 把他灭在红海里 自己去行走干地 经历这样的事情 看见了他不行物吗 生活当充满了处处的恩典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就是昏昧就是愚蠢 这个心里面混沌 上帝的恩典四面围绕着他们 他们竟然不知道感恩 不知道敬畏神 结果蒙了恩典 反而他们心里面仍然无法改变 那个本性当中那个贪婪 所以真言书里面 传道书真言书里面说到这个蝗虫一样 蝗虫的儿女们叫做贪婪 这个天天说给呀给呀饿饿 给了也不足 给了也不知道感 所以人的本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说到这次上帝拯救你们了 你们再也不能任意往外 去背道转离神 九姐 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 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 这里面说到了神的救恩是应许给什么样的人呢 给那些敬畏他的人 那些真正信靠上帝的人 诚然归给那些敬畏他 按旧约的背景就是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 不是说他们守得完全 是听了神的话 敬畏他 信靠他 顺从的人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上帝的救恩是拯救那些忠信的百姓 相信他的人 敬畏他的人 与这样的人相近 那你说上帝爱吗 上帝爱世人就拯救所有的人吗 不是的 上帝拯救那些悔改相信的人 而且这个信不是瞬间的信 是持续的信 圣经里面说 真的信心一定伴随着忍耐和顺从 持续的 不是我做个绝志祷告 0.5秒 一分钟之内做个绝志祷告 就一下子瞬间就移民到天国了 OK 下半生我就 余下的时间就 我的地盘我做主 我就任意往违吧 不是信心圣经里面所强调的信 虽然归正悔改 那个遇见主 那个从不信到信是一瞬间的 但是圣经赐给我们的信是有像射线一样 有起点 但是那个延长线是持续的 真正的信心用你那个悔改 那个告白迎接祷告 那个信 真正的信证明是伴随着那个你持续的尾声和顺从 证明你当时的那个觉知和悔改是真的 不然那个都是假的 我们过去用门徒训练 什么福音传福音的方法 带领人觉知祷告 这种带领人觉知祷告 这种事情 在圣经当中找不到例子 找不到 这是近现代传福音方法里面搞出来的门套 你要不要做迎接祷告 我们用那个传道那套策略 就是一直忽悠 像这个搞这个传销的这个培训一样 告诉你的套路遇到什么情况怎么反应 然后一直把人套的这个设定的几个 这叫预设式提问 反正给你这个问的时候 你一定会这么答 脑袋聪明的人会超越你限定的提问 就直接不被你摆弄 一般的普通人呢就被你了 你要你要不要做是做五百万的 还是三千万的 好像给你个错觉 就五百万和三千万没有 其实你五万也可以吗 或者不做也可以吗 这种问本身就已经限定了你的思考 所以传道法里面用这个方法 然后给你套 怎么回答 我就已经预设了 怎么去解决你这个回答问题 比如说我们国内叫福音桥 韩国叫传道爆发训练 那个他这么答的时候 你都预定好了 怎么去引导他 重新带领最终绝治 当然这种训练也必要 没有准备的话 我们遇到不同情况 可能反应会慌张 但是大家不要迷信某种套路 用这种模式 以为做完绝治祷告就OK了 像我做牧师二十多年 看到的信徒太多了 这个像就像圣经里说 翻倍的功这样的人太多了 你表面看着这个很火热的 过几年他做出来的事情 说出来的话就让你震惊 他到底信不信耶稣 你都感到震惊这样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们必须持续地观察 看这个人言行举止 他真的是不是敬畏神的人 真的有信心 我们随来不能随便地宣布 你就是上帝 天国欢迎你 上哈利利亚上帝 我们有什么资格给人发 这个天国门票啊 对不对 福音的应许我们宣布 是我们的权利 但是宣布结果 你就罪已经得赦了 那个是也不是神父的资格 也不是牧师的资格 除非我们看到 他真的有悔改的果子 教会才接纳 承认他是真信的人 不然的话 刚做完祷告 以决志祷告 就作为根据来判定 他得救了 这种狂妄和轻率的行为 是不可取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救恩 是归给那些真实相信的人 救约的概念就是敬畏他的人 敬畏他的人 叫荣耀住在他的地上 所以这里面 诗人他带着期待 带着这样的信心 仰望神照着他的应许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 诗恩的这个平安 带着这样 然后十节到十三节 就讲到了他对未来 将来上帝的恩惠的期待 慈爱和诚实相遇 公义和平安相亲 上帝的属性 上帝是恩慈的 上帝也是信实的 上帝因着他的信实而诚实 上帝因着他的诚实而慈爱 上帝慈爱应许给我们 上帝也因他 这个诚实更是强调 也因着他对自己的应许的信实 公义也表现在 他的对应许的信实上 神是公义的 因此他照着他的应许 在基督里称那些凡 信靠基督的人为义 结果也是平安 公义和平安 如果上帝将他的义归给他的百姓的时候 他的百姓的罪就得以赦免 和神之间就可以享受那种平安和睦相交 这是旧约会幕当中的祭祀的制度给我们看了 献祭赎罪了 祭祀照着神的应许 宣布他这么做了 神说你这么这么这么做 让祭祀这么做 然后你这么这么做了 上帝就借着祭祀宣言 既然这么做了 神就既然赎罪了 他的罪就得赦免 祭祀就 祭祀既为他赎罪 他的罪就得赦了 所以既然基督为我们流血 赎罪就得赦了 是这个意思 那只有那些信靠基督 与基督联合 并且借着成圣的生活 证明他们的信心是真实的 这样的人 他们的罪才得到了赦免 那成圣的生活 不是他们获得赦免的资格和功劳 乃是他们这种信心的表现 那么这种真实的信心表现出来了 有果子了 不是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 唯独尊心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他尊心天父旨意 不是他进天国的资格和功劳 或者是条件 那个尊心神的旨意的人 是证明他们真的信上帝的话 神的话宣布了 他们努力去持守 这个持守顺从 就证明他们是真的敬畏神 信神的人 所以在这里面 神的救恩是归给那些 凭着神的应许和恩慈 信守中信实守约的神的百姓 那结果呢 后面我们说公义和诚实 公平和彼此相亲 十一节诚实从地而生 公义从天而生 我们就发现十一节到十二节 十三节开始谈到了这种人格性的公义 它不再是一个属性 它不再是一个品格 反而成为一种人格性的公义 将来马拉基书里面 其实也谈到了那个公义的日头 要突然公义的使者突然临到你们中间 这个公义就不是一种属性了 是一个人格行走在我们中间的 那这个就是指那位将来要来的 那位真正的义者基督 优化必将好处赐给我们 这是识人 因着对神的应许 神的信使 神的公义 神的诚实的确信 他知道上帝一定会赐给我们这样的好处 因着那个公义的使者 我们的地也必多出土产 以色列百姓旧约当中的背景来说 地多蒙出产 是证明神祝福的一种表现 上帝祝福也常常什么 你们的牛 驴 多生毒子 或者是葡萄园多结果子 地多出土产 天风调雨顺等等 境外没有敌人的侵略 用这种生活的各个方面 蒙神祝福来证明神的赐福 而神的赐福 前提条件是以色列百姓忠信守约 生死祸福沉迷在你们前 你们若这样行就必蒙福 若这样行就必受咒诅 你躲到哪里 咒诅必追随着你 反过来守约的人 无论走到哪里 你出来你入都也蒙福 连你的船面盆 连你的牲畜棚 牛巢子 反正你守处级的地方都蒙神祝福 地多出土产 证明人在神的面前正确的关系 他手中的 他手下的 他所属的 他的仆人 他的牛犊 他的地产 也都蒙祝福 所以谈到地蒙祝福 是神的祝福 为什么 因为人的缘故 因为人的缘故 地受了污染 地受了咒诅 长了经济 也因为人的缘故 上帝祝福地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 当人与神的关系正常 顺从的时候 他所属的 也蒙神祝福 十三节 公音要行在你 他面前 叫他的脚踪成为 可走的路 人格性的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我们不晓得 究竟他们遭遇了 什么样的情况 在这个诗篇里面 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三番五次的 这个背叛 过去的背叛 上帝如何降怒 然后如何因着 中宝的代求 如何平息了愤怒 上帝因着他的信实 继续忍耐 引导 以慈爱戴他们 这些悖逆 顽梗的百姓 然后同时呢 也看到 现在因着他们的背叛 悖逆 不忠信 上帝降祸于他们 向他们发怒 上帝不是没有原则的 一个整天只知道 嬉皮笑脸的 一个没有原则的 白胡子老人 好莱坞里面的 耶稣的那种 虚构出来的画像 那不是上帝的形象 上帝是对 对错分明的 爱憎分明的 行恶的 他必灭亡 有罪的 万不以 有罪的为 无罪 但是中宝在中间 不断地代求 使上帝 使公义和慈爱 在基督里面 得到了解决 那么并不因为 这基督为我们中宝了 好了 那我们就 借着神的恩 放纵情欲的机会吧 既然基督 平息了上帝的愤怒 好了既然我们享受了平安祭 那我们就胡斥烂造 任意挽为吧 不是这个意思 神的恩典不是要带领我们放纵 神的恩典带领我们要引我们悔改 这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 不可将作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这是新约里面明确教导的 也是旧约历史当中向我们显明的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虽然活在恩典当中 活在基督的义袍之下 被称为义 但是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自己的心思意念 忽视自己的生活方式 忽视自己到底心里面尊主为大 这个世代就是表达我们 书写我们对神爱的这个纸和笔 用我们的实际的态度行为 去书写我们对神的爱 我们书写的环境不是在真空里面 完全这个平安祥和 没有任何试探诱惑的处境当中 我们正是处在可以选择 任何试探和诱惑的这样的处境当中 外面像我们朝三暮四 像我们抛媚眼 像我们暗送秋波的 这样的诱惑太多了 我们要选择的话 机会太多了 有太多那种看起来 这个漂亮的外女 有太多看起来 这个体壮精足的那种帅哥 这是旧约的背景 大家熟悉旧约的话就知道了 羡慕埃及的那种强壮 像以色列是妓女吗 是淫妇吗 他们就爱慕他们丈夫之外的 那些埃及的 巴比伦的就强壮的 体魄强壮 精足的那种男人 这是一种预表 他们不满足于他们的丈夫上帝 却依靠渴望 爱外邦的那些偶像和事量 反过来也是 如果以色列人就像少年 真言书里面少年人一样 神的儿子一样 但是也面临着外女的诱惑 那些涂了双眼皮的 放了美瞳的 贴上了这个睫毛的 忽伤忽伤的 这个诱惑 向我们抛出善意 邀请我们与他同情的 这种用语言 用美色勾引我们的那样的 事物不是太多了吗 如何表达对神的忠贞 今天我们已经许配给基督 我们作为他拼定的心腹 面对这么多的诱惑 等待他迎娶的时候 如何守住向基督所存的 那个纯一清洁的心 让我们把我们的爱情 单单的献给他 我们朝思 终日所思慕的 就是我们的新郎 盼望他来迎娶我们 将我们的所有的真结 和专一的爱献给他 那么面对今天 等候他来的时候 邻家的张老三 王老二 隔壁邻居家的那些帅哥 什么富二代等等 来提亲诱惑 勾引我们 迎娶我们 又拿跑车 又拿豪宅 又拿什么 这样的丰厚的物质生活 美好的言语 勾引我们去跟他好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如何守住自己的心 那么这些我们所谓的 强壮的男人 漂亮的外女 左右邻舍是什么 所有神之外的 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右光 特别是我们自己 所肉体 所喜欢的 我们自己所追求的 那个人生目标 人要有目标 要有方向 但是你终极的目标 是不是以上帝为终极 如果你终极的目标 只是你自己 你所有的追求 只是为了你将来 你自己 今世的那个益处 你的梦想 你的喜好 你的追求 你的成就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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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所有的筹算 都是日光之下的 你的筹算都筹算不到 比那些老者都不如 老者还考虑到 我死后埋在哪里 火化还是 这个是土葬啊 等等 但是我们年轻人 可能考虑不到那么远 顶多是考虑到 我将来十年以后 我要做什么人 我要赚多少钱 我要搞什么 我要成就什么 结果你仔细看 你所有的思考 跟神没有任何关系 你所有的思考 都是为了成就 你自己在心理上 地位上 物质上 什么 这个身体上 生理上的需求而已 那么我们跟这些 就与以色列百姓 有什么差别呢 我真的盼望大家 稍微有点智慧 稍微有点明哲 你哪怕活得 再苦一点 无所谓 在人看来苦 但是你一定要成为 明哲的人 真的让主成为你的主 你的人生 真的渴望被主所用 被主所使用 被主所装备 无论在哪个领域 你愿意追求神的国 神的义 神的旨意在我身上 上帝看我怎么活为好 真的让我在神的面前 被称为 在上帝面前 看为善 看为好的那样的人生 如果有一天 我觉得世人都说好 千万人 上亿人 就给你鼓掌 你父母都觉得 我生了这个孩子 光宗耀祖了 我家真终于出来一个 什么留学派的 在海外读了硕士博士 哇 了不起光宗耀祖了 找了好 好 好 好媳妇 嫁了好男人 这个入了好公司 运薪多少钱 我孩子真聪明 这个学习也好 什么也不闯祸 乖 再光宗耀祖 不错 那个只不过是 日光之下水平线上的好 有一天上帝说 No 你这又饿又懒的 仆人 我不认识你 那你前面的那花 那些美光灯 那些掌声 那不都是粪土吗 什么意义都没有 我们不是说追求神 就抛弃其他的 你内心当中那个衡量的 持价值 优先次去什么 作为牧师 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发现 自己苦口婆心 宣讲的福音 有多少人 真的能够听懂这个话 有多少人 真的能够回应神的爱 巴不得每一个灵魂 真的能够 真实地体会到神的爱 我说的那个神的爱不是上帝的爱 安慰安慰你那个玻璃心 在你患难沮丧的时候 让你稍微有点活气的勇气 稍微活过来点 又奔向你的偶像 不是那个爱 上帝的爱真的充满你的心 让你不得不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 你发现除了上帝以外 没有别的事物吸引你了 如果没有上帝的爱 所有的东西都枯燥无味 一个我的男朋友 如果不认识神的话 再帅再漂亮再豪华 他只不过像个强壮的牲扣 没什么区别 因为你已经被更新了你的价值 我的妻子 我的女朋友 如果不认识神 就像那个猪上 给他像个带个金环一样 就那样 有美貌 没有智慧 不敬畏神 就像在猪鼻子上套个银环一样 圣经给我们已经提供了很多的智慧 反过来 不要说别人 说我们如果我有美貌 我不认识神 不爱神的话 那我就是那头 带着这个鼻丁的那个猪 那我就是那个那样的男人 所以真正的人生智慧是什么 不要浪费你的人生 人生还有多久 牧师刚来韩国的时候 三十出头 三十三吧 应该三十二 其实是正是应该做事的时间 但是我来读女学堂 读大学 从大学开始读 幼儿园开始读 读到现在 虽然是一面浮世 还算不算虚度光阴 但是总之呢 人生一回头 好像就像昨天似的 两三年前似的 现在看着那个大学时候的照片 那个满脸都是 用你们的话 都是满脸的稚嫩 三十多了 但比现在稚嫩多了 对不对 什么意思 转眼就既顺 那么我们回想一下 我这一生到底干啥了 不要按工作量 什么成就来看 那个智 我到底是不是未生活 我到底有多少时间是爱神 被神掌管 被神支配 在神的面前 向着他而活 哪怕平庸 直到将来有一天 最终判断的时候 来吧 用忠心用良善的孩子 你在小事上 不多的事上忠心 我就将更多的事交给你 来享受 宴席 那是何等大的成就和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 一般生活我不需要教导你 我相信大家现在都是聪明人 信息这么发达 查个网 自己有些事情 大家都知道怎么处理 但是在鼠邻上 我们不能做愚昧人 作为心窍混沌的人 一定要做明哲的人 主啊 让我的人生 虽然是短暂的 如同草 成就 其实没有神的成就 也就像花 但是让我真的有这种价值 不只是听到这样的道理 真的恐怕我的人生像草一样 恐怕我的人生的成就就像花一样 那种不只是知道而已 真的 这种知 影响你的判断 影响你的抉择 影响你的人生方向 活到这个岁数 虽然不是什么七老八十 但是看到很多年轻的生命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活 心里特别痛 虽然我们不敢保证 我们回到二十年前 重新再过 可能比现在活得更好 因为有些事情 人生不经历了 就不能明白 但是我盼望今天 听了这样的话 我们能够默默地思想 主啊 牧师讲的那个东西 虽然我可能不太懂 但是主啊 让我真正活得有价值 那个价值不是社会上的价值 而是在你眼中看为宝贵的 你所看为善的 而神所看为善的 除了在神的旨意里面 按着神的旨意 为了神的荣耀 出于信心和爱神 为着神的荣耀 顺服神的话的生活 没有什么在神的眼中 看为有价值的 社会性的善和属灵的善 标准不同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让我们作为忠信的人 不要像以色列百姓 三番五次的背道玩个 惹上帝的愤怒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我们迫切地 在神的面前祷告 求主来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智慧 不是世上的智慧 真的属天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让神的心得到敞快 让祂的心得到满足 因着我们让祂也喜乐 这是我所爱的 我所喜悦的 而不是天天让我们 一看到我们就忧心 担忧 叹息 为我们担忧 为我们筹骨 甚至惹祂的发怒 不是这样的 而民啊 求主来怜悯我们这个时间 一起来同心合一的祷告 为什么 我们族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